对未来有更多期待 更要倚靠神的同在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约书雅记第十七章 之前我们在生命记有读过 旅遍迦德之派在约旦河东得地为业 还有玛拿西半个之派也在那里 而这一章就记录了 玛拿西另外半个之派 在约旦河西所分配到的土地 奇怪的是 在分完产业之后 以法连和玛拿西之派 感觉都不是很满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 约书雅记第十七章 约书雅记第十七章 玛拿西是约瑟的长子 他的支派年旧所得之地记在下面 至于玛拿西的长子 激烈之父玛吉 因为是勇士 就得了激烈和巴山 玛拿西其余的子孙 按着宗族年纠分地 就是亚比以谢子孙 希勒子孙 亚斯列子孙 世剑子孙 西福子孙 士米大子孙 这些按着宗族 都是约瑟儿子 玛拿西子孙的男丁 玛拿西的玄孙 玛吉的曾孙 激烈的孙子 西福的儿子 西罗菲哈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的女儿名叫玛拉 挪阿 荷拉 密加 德萨 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萨 和嫩的儿子约书亚 并众首领面前 说 叶赫华曾吩咐摩西 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约书亚照叶赫华所吩咐的 在他们博熟中 把产业分给他们 除了约旦河东的激烈和巴山地之外 还有十分地归玛拿西 因为玛拿西的孙女们 在玛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 激烈地是属玛拿西其余的子孙 玛拿西的境界 从亚社起 到事件前的秘密他 往北到引他普亚居民之地 他普亚地归玛拿西 只是玛拿西境界上的他普亚城 归以法连子孙 其界下到迦拿河的南边 在玛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 都归以法连 玛拿西的地界 是在河北直通道海为止 南归以法连 北归玛拿西 以海为界 北边到亚社 东边到以撒迦 玛拿西在以撒迦和亚社境内 有博善和属博善的正式 以博连和属以博连的正式 多尔的居民和属多尔的正式 又有三处山岗 就是尹多尔和属尹多尔的正式 他那的居民和属他那的正式 米吉多的居民和属米吉多的正式 只是玛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 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 极致以色列人强盛了 就使迦南人做苦工 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 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 我们也足大人多 你为什么仅将一咎一段之地 分给我们为业呢 约瑟亚说 你们如果足大人多 先以法连山地窄小 就可以上比利喜人 立伐因人之地 在树林中砍伐树木 约瑟的子孙说 那山地容不下我们 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 就是住博善和属博善的正式 并住耶和博善平原的人 都有铁车 约瑟亚对约瑟家 就是以法连和马拿西人说 你是足大人多 并且强盛 不可仅有一咎之地 山地也要归你 虽是树林 你也可以砍伐 靠近之地必归你 江南人虽有铁车 虽是强盛 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其实 约瑟亚自己正是以法连之派的人 但是 她却没有丝毫偏袒 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公平 分配产业 亲爱的朋友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像以法连和马拿西之派一样 想要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更多 对吗 但相信 天父要透过约瑟亚来鼓励你 对产业有更多期待 就更要倚靠神的同在 今天开始 就让我们放下害怕与埋怨 专心靠着神的大能 继续勇敢开拓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使我有知足的心 欣赏祝福的美好 也求你赐给我 刚强壮胆的心 能倚靠你 继续去得地为业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无时无刻 倚靠神的同在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